这时,慈禧却天天作着,珍妃要乃取他命的噩梦 为了摆脱噩梦,慈禧立刻命珍妃家人将珍妃尸骨打捞出来 从井里面捞出来,人其实还在 人其实没问题,都是浮肿的一个人 很浮肿的一个,很不像样的一个人 然后成练下葬 他的葬地呢,当然当时他的葬,他是葬案的主 珍妃的哥哥,韩魏,把他草草收敛 葬于府城门带,恩吉庄的宫女墓地 但有专家认为,打捞珍妃的真实原因 其实当时,新政府与列强签订了新丑条约 为了缓和国内外的舆论,掩盖慈禧的残暴 所以给珍妃恢复了名誉 并企图以珍妃迅捷的名义,掩饰人而口